那年我们那块啊 闹瘟疫 死了好多人 那病的就更别提了 可乡下的大夫少 我父亲就带着我 挨着村的去救治病人 一连好多日子 所以啊 他连累 带饿 加上身体又虚弱 磷料啊 他也染上了瘟疫 可是我们家里 治瘟疫的药 又都给别的病人吃了 所以啊 眼瞅着到人家就不行了 没办法 没办法 我就只好跑到镇子上 唯一的一家药铺 我去给他抓药 可那药铺老板呢 黑了心 他坐地起家 本来啊 只值几掉钱的药 他就涨到了三块大样一副 我就苦苦地求他呀 我就苦苦地求他呀 可是这老板 就是不答应 最后 我实在没办法 我给他跪下 我求他 可是 他就非三块大样不卖 对 后来没办法 我只好要去四处凑钱 到了也没凑齐这三块大样 那我孤呢 你孤家呀 当时也是有心无力 我能看到你们 是否还没有 专门 我是在他 这套肉 就算了 你们 最后 舔车 我 相合 你们 将有 我 在其他女的 所以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要尽全力去救治他们 因为你是大夫 当大夫的就是要有颗善心 当大夫的就是要治病救人 可我不认同他的说法 要不掌柜的见利妄矣 冷漠无情 我父亲就是因为没有三块大洋 送的命 所以这三块大洋 在我心头就是个解不开的疙瘩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自己行医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哪怕他是天王老子 也必须先付给我三块大洋的号卖钱 我就琢磨着这三块大洋里一定有事 您这么说您大伙就都明白 可自大我到了北平 我看见您对待那些病人的态度 我就想起了我父亲 真的 特别是那年 我把您给气病了 那么多的病人 上门来看您 这是我没想到的 真的 不瞒您说 我当时心里很受触动 特别是后来不让我行医了 您 焦二爷 还有徐掌柜 你们三个那么帮我 再有就是门外师傅给我指点迷津 还有栓子和他那帮华子兄弟们 他们的仗义 他们的善心 真的特让我感动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还让我行医的话 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地 去救治那些穷苦的百姓 猪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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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干什么呢 太军了 我是卖猪头肉的 打开 检查检查检查 太军了 你瞧 这猪脸子 猪耳朵 扣条 骨骚 骨骚 箱子上了 我给你切一下 太军了 切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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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 您尝尝 香着呢 好吃 太军 切上半斤猪头肉 再喝了点小酒 不 美的呢 你是个良敏 我本来就是个良敏 良敏 你 带走 太军 还没给钱呢 还没给钱呢 好 孙子 吃死 吃死 熊 237 00 文先生您没事了 托您的福 您和小日本斗智斗勇 让高木吃了哑巴亏 佩服 我哪能和您比呀 您的事我都听说了 解气 二爷 我呢 没您和兄弟们那些本事 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些纱布还有药啊 您留着 背不住能用上 您想得真周到 不过二爷 我呀 现在街上到处都是 日本人和针绩队 您和兄弟们一定小心点 该收拾话就先收拾吧 收 我和弟兄们干得正欢事 吴院长 您听说了吧 听说什么 这咱北平城可真有男人 前些日子杀了不少日本人 日本人都急了 现在上街抖不抖就被搜索 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 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 只要没有良病症 立马被抓走 什么人干的 内奸屋子去查查 你去 查到你这儿来了 还没看着 吴院长 财队长 我这儿您要检查吗 您是西民医院的院长 是替黄军当产 当然不用查 他得查 不了 我有谅文件 对 王院长 您大概也听说了 洪军呢 正在严查抗日的暗杀组织 你这医院来的人多也复杂 要是发现什么形迹可疑的人 得马上汇报 否则 就得按窝藏反日分子论处 我说 反日分子脸上又没写字 我怎么认得出来啊 你诚心给我逗闷子呢 那要是受了枪伤的人 到您这儿来看病 您不会看不出来吧 受了枪伤的 能到我这中医院来治 他怎么也得去西医院治啊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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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吵完了 没有问题 是 有问题的跑我这儿来他傻呀 等等 我也没工夫跟您在这儿携摸牙 我忙着呢 好 撤啊 撤啊 最近角金刚在做什么 报告司令官 这个自从皇军放在他的买卖 他就趴了架了 他还能干什么呀 暗杀皇军的组织 会不会和角金刚有关系 不会吧 暗杀皇军的人都是训练有素的 他焦金刚没这个实力 也没这个胆子呀 皇军查封了他的买卖 他一定记恨皇军 你要好好地盯着这个人 是 亲情啊 去拿个庄啊 这李家庄 李家庄 师傅 瞧见了吗 日本人这是急了 二爷 贾队长 您忙着呢 黄军差遣 身不由己 二爷 真上哪儿去 查我 二爷 误会了 咱俩谁跟谁呀 这是怎么了 ,怎么见人就差啊 您没听说过呀 什么事啊 这些日子有人做下惊天大案 暗杀了不少红军 有耳闻 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这不正查呢 这胆可够大的 可不是 你说 这不作死吗 跟皇军怼着干 长几颗脑袋 我倒是不这么看 敢干这种事的 那就没把自个儿的命 当回事 这北京城 倒是真还出爷们 不是都怕日本人 贾队长 我还有事 那先走一步 回见您 再走一步 再走一步 上一个 绝了 再上一个 二爷 这是您教的吧 这叫武的狼影夜猫子 什么人玩什么鸟 坐 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就明说吧 二爷 高牧可跟我打听您呢 他问我 最近暗杀日本人的事 是不是跟您有关系 干嘛问跟我有没有关系 不是您干得更好 要是您干的呢 我劝您最好收手 日本人那边可都记红眼了 不管是谁干的 要是这个时候收手 不显得被日本人给吓碎了 是 二爷啊 在高牧那儿 我可一直都跟您折着呢 兄弟 你放心 这事跟你没关系 二爷您显偏了 这 我就想劝劝二爷 这要是您干的 收手吧 别自己个儿往绝路上走 这是绝路吗 我怎么觉得 这是条名路 是条大路呢 二爷要这么说 人格有志 那我就闭嘴了 不过 我 我虽然端的是日本人的饭碗 咱们是多少年的兄弟 我绝对不会干那些 卖有求荣的事 这点请您放心 兄弟 有你这句话 这么多年的兄弟 没白做 我谢谢二爷 那 二爷 您自己个儿多珍重 怎么着 怎么着 老咱们要去 你想怎么着呢 要是 老咱们都要去 我也答讀了 老咱们 你那些是 老咱们今天 那我把手担心 你不得了 看多些什么 好 我和你 还真让您说着了 这就是瘟疫啊 怕什么来什么 回头啊 把咱们自制的十亿丸 多预备一些 将军 我介绍了 这位是 黄军新任的卫生顾问 海东升先生 您好 海先生曾经在日本留学 是一位出色的医生 希望大家以后精诚合作 是 各位已经知道 最近北平城的瘟疫 病人越来越多 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 上风决定 所有的瘟疫病人 不得就医 医院 诊所 不得接受瘟疫病人 黄军已经成立了 专门的医疗消毒队 抓到瘟疫病人 立即拉到城外消毒 先明队 警察局 侦旗队 要严密配合这次 消毒行动 如意为抗者 隔山无论 是 是 加油 加油 快点 加油 加油 好 走 怎么了 快去 每个房间都给我仔细查 还有卧床不起的 医定带走消毒 是 快 跟家长 把病人都给我押出来 都押出来 走 你们押救救我们 我们的家庭 放开 把他们都放开 温先生 干什么呢 假棍 你去跟那些日本人说 我的病人没有得瘟疫的 不能带他们走 温院长 我告诉你 黄军现在最怕的 就是瘟疫满盐 所以 才拉这些病人去消毒嘛 消毒 简直是混蛋 得瘟疫就得死啊 瘟疫也有药可治 消毒 那是拿咱中国人不当人 简直是乱杀无辜 温院长 我是提醒你 你现在是公然对抗 黄军的命令 黄军可说了 谁要违抗 格杀勿论 混蛋 等一下 爸 爸 来 小子 朝这儿来 别逞到了 文院长 我认识您 黄军的刺刀可不认识您 带走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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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落下啊 没事吧 爸 这两天已经有许多老百姓 被送到郊外活埋了 就连很多没有得瘟疫的病人 也无辜送了性命 太可恶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些病人都不能到医院去看病 怎么办啊 咱们可以把十亿丸 尽量地送到每家每户 让那些没有得病的人先预防着 那那些已经得病的人怎么办 他们不敢来医院 难道让咱们出诊吗 现在日本人和汉奸可查得严呢 我们是大夫 不能因为害怕被日本人或汉奸撞上 就见死不救 顾磊 栓子 你们呢 带着那些学徒 先把咱们的十亿丸送出去 能送多少送多少 包括亲戚朋友 不过啊 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别惹麻烦 好嘞 另外 至于那些已经得了病 又不敢来看病的人 我是这么想的 张先生岁数大了 就别出去了 让他在家里配药 我 子余 还有承远 我们三个出去 我们到街上去找病人 万一碰上那个有偷偷来看病的 或者在街上遇到病人 别送医院 直接把他们带到家里来救治 这样安全一些 子余 回头把后院呢收拾出来 病人来了直接送后院 老先生 快走吧 一会儿日本人的大卡车就要过来了 您家坐哪儿 我时在坐不动了 我也想到这儿 这儿是什么 我时在坐不动了 你却想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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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了 老先生 来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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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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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 赶紧背走 好 来 走 慢点 程元 好歇了吗 好点 给他们拿回去 来 来 吃药 好嘞 来 坐去吧 慢点 放我去 来 别急 小心吧 来 来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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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现在北平正闹瘟疫呢 北平闹瘟疫了 刚才新月说 日本人不让病人就医 一旦发现瘟疫病人 马上就送到城外消毒了 现在我哥 子余还有成员 都跑到街上救病人去了 这太危险了 绿秀 你去上楼收拾一下 一会儿我要接待个客人 又是日本人 怎么我们刚一回来 就有日本人找上门了 绿秀 有些事情你不懂 我是不理解 你不理解也正常 这是政治 于我来说 也是一种使命 李秀 快点 上楼吧 那你不答应 太多了 小心 你 appet了 你全体操作 很负草 那你也是 一定有冻的人 你才能带去 我的力量 你太多了 我这个能赦 你干什么 你来 那我说 那你没有 我没有办法 是什么 我更愿意像现在这样 默默无闻地 为华北的和平发展 谋划奔走 丁先生 是怕背负汉奸的骂名吗 高牧先生 为了华北的和平发展 我丁某人不怕被国人顾解 比起台前的风光耀眼 我更愿意在幕后 不为人知地做事 看来丁先生还是有所顾忌 您放心 今后你在北平的安全 由我负责 我负责 丁先生 我刚听说丁紫玉是你的女儿 是的 怎么 我和你的女婿文三快 打过不少教导 她这个人很不一般 你是说她的遗述 我是说她这个人 什么意思 她很狂傲 也非常地难产 她这个人世财傲物 个性强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高牧先生多多包涵 丁先生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 既然是上面的意思 还请你要再斟酌 好 告辞了 您是在替日本人做事 我不明白 您就不怕落一个汉奸的名声吗 不要说我是汉奸 我 我是忍辱负重 我是在救国 那请您给我说说 那请您给我说说 您在为日本人做什么事情 又是如何救国的 绿秀 有些事情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现在国难当头 我虽然是一个小女子 可国家的生死存亡 也并不是与我毫无关系的 你不得了 绿秀 你是女人 有些事情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我现在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有今天 没明天 历史和命运 把我摆在了现在这个位置上 有些事情我 我不得不这么做 绿秀 不说这些了 就说跟你亲近的人 闻三快 他似乎是惹伤了日本人 他似乎是惹伤了日本人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保护他的生命无忧 能让他继续行医 妈 哥哥 之前您跟我爸都去哪儿了 也不说给家里来个信 别提了 让你爸爸说吧 自打离开北平 南京啊 武汉 重庆啊 没个准地方 兵荒马乱的 哪顾得上给你们写信呢 是 日本人快要进北平的时候 你们走的 这一晃也好几年了啊 是 可不是 可不是吗 外公 您不在重庆大后方做您的官 怎么突然回来了呀 我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已经不抱希望了 辞职 不干了 那您以后干什么呀 申居简出 安度晚年 挺好 您今年有六十了 您今年有六十了 我爸今年六十一 虚岁六十二 爸 您又说虚岁 外公 来 我敬您一杯 好 姑 您吃菜 程铃啊 你姥姥跟妈妈都还好吧 嗯 都挺好的 我妈可想您了 敬给我念叨您呢 我也想她 我只想着 明天抽个时间去看看她 听新月说 得凭症脑瘟疫呢 情况挺严重的 要不是日本人 没人性不给治 哪至于啊 你们跑到大街上去救病人 这太危险了吧 是啊 救治病人固然要紧 可自己的安全更重要 以后不要去了 正是需要大夫的时候 那大夫都在家里缩着呀 话虽这么说 可你得为子豫和孩子们想想啊 日本人那是惹不得的 不是 你怎么也处日本人呢 不是处的事 时局微妙 如何对中国最有利 才是五倍需要考量的 我们国家国力虚弱 政治腐败 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了的事儿吗 那也不能当王国奴啊 好了好了 今天咱们家宴不谈国事儿 来 喝杯酒 喝杯酒 来 喝酒 爸 爸 来 给我 吃好了您 对 对 慢走 慢走 展规的 来了 馄饨 来了 你呢 慢用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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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体不舒服 哎呀 头两天啊 脑袋疼 吃了点药 掐了掐 健好 着凉了吧 是 香菜不够 您自己拿 好嘞 您忙 您慢用啊 来 太阳 就是他 就是他 抓紧 来 你们干什么你们 太阳 走 太阳 走 太阳 我没命了 太阳 太阳 我没命了 我不是瘟疫 太阳 听说好多 没得瘟疫的病人 也被日本人消毒啊 我那儿那几个中兵号 也给强行拉走了 这帮孙子 外爷 今儿医院您出来呀 是想请您帮个忙 您说 我 闻先生 徐长官 闻先生 闻先生救我呀 闻先生 闻先生 闻先生救我呀 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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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高雷 啊 闻先生 扮先生 闻先生 闻先生 闻 mily 闻先生 没有人 你呢 啊 干嘛呀 当然有事 那你总得先让我知道 知道你干嘛吧 我呀 找他谈谈关于治瘟疫的事 你不会又玩什么鞋的吧 这忙你帮不帮吧 别磨叽 我没想过 彩东升还记得吗 总不记得 他不去日本 回来了 一会你都能见着吗 闻院长 你对遏制北平队的威艺 有什么搞定 北平的瘟疫 没你们想象那么恐怕 不是不能治的 是吗 西志康 您找我 东升主义 介绍一下 这位是北平大名鼎鼎的中医 闻先生 现在是新明医院的院长 闻先生 您好 闻先生 这位是黄军的卫生顾问 海东升先生 我们谈瘟疫的事情 他不得不参加 这位海顾问我们早就认识 你们认识吗 只是认识而已 那太好了 请坐 闻先生 你刚才说瘟疫的能治 恕我直言 我觉得你们日本人 对所谓的瘟疫 缺乏最起码的医学常识 哪里 在对防治瘟疫上 显得也很无知 闻先生 请注意你的措辞 我说的是实话 这些日子 北平有多少无辜的百姓 被消毒了你知道吗 你不是他们的卫生顾问吗 你就这么顾这么问哪 就你这样的顾问 让狗戴个帽子都能当 万 万先生 有话好好说 别激动啊 闻先生 你今天来 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告诉你 不要再阻止 北平的百姓看病了 也不要不分青红皂白 见着病人就消毒 那些无辜被你们消毒的百姓 死得太冤太惨了 对那些瘟疫病人必须得消毒 如果不消毒 一旦蔓延 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告诉你 我能治这瘟疫 而且我有防治瘟疫的特效药 但是你们得相信我 我保证 不让那些病人传给其他人 我也保证治好这些病人 董升级 你对闻先生的要求怎么看 西里康 据我所知 闻先生一向自视医术高潮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治别人不敢治的病 既然他敢当着您的面夸口 我想他对瘟疫的防治 一定有些办法 我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 闻院长 我确实佩服你的医术 但是你也不是什么病 都能治的嘛 所以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是 我治不好你的病 但是我能够治瘟疫 我不能拿黄军和日本侨民的生命冒险 你们日本人的命就是命 难道我们中国人的命就不是命 你们不是一直说日中亲善日中亲善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个亲善法 闻院长 闻先生 我再次提醒你 你刚才的言行 已经对大日本帝国犯下了大不敬之罪 对 我说的是这个理 你们这叫草菅人命 院长 有话慢慢说 要不 咱们改日再来 再来 在日本 有很多优秀的将军 同时又是优秀的棋手 我在和文三块的较量上 展石略训一筹 司令官 您这是 深思熟虑 一日千里 爹 玩三快就是秋天的蚂蚱 他是蹦得不了几天的 我们辛辛苦苦 塑造出来的榜样 现在却处处和大日本帝国作对 困难吧 今天晚上 我就带人去把他的家烧了 然后把他枪毙失重 你拒绝了 是 如果杀了他 能够显示大日本皇帝的军威 我还问你吗 是 我要的是精神的统治 明白吗 是 司令官 我得明白 你知道怎么统治吗 我知道一个人 只要我们好好地利用他 就可以压制文三快 哪里 张宗翰 就是跟文三快 现在一起开医院的那个妇科兽手 他可是御医 是老百姓 心目当中名正言顺的名医啊 如果有人让你和你的朋友作对 你回去做吗 司令官 您是不知道 张宗翰和文三快 当年可是不供戴天的仇人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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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他们现在又是亲家又是同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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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第一个打压的就是张宗翰的威风